不少日本动画都擅长从生活寻常之处大开脑洞 从而营造出幻境和现实共存的奇异场景 比如众所周知的宫崎俊千语千语 龙猫 天空之城等都带给观众一种从暗淡现实中突然开出一朵仙境之花的奇异感受 而这部将于9月14日在国内上映的日本电影《连仓物语》 却巧妙地用真人演绎和俏皮CG动画相结合的方式 为观众生动演绎发生在连仓的一桩奇事 连仓是日本神奈川县的一个临海城市 是一座仅次于京都 奈良的千年历史古都 人流量较少 是和慢节奏的随性生活 因此连仓物语选择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此地 倒也显得蛮令景 在电影中 这个不起眼的小城 却是连接着两个异世界的神秘之地 不但会看到各种极其罕见的神奇现象 而且人和妖怪也可以在此共生共存 故不打扰 由此也诞生了不少莫须有的奇妙传说 灰里作家一色正和戒哑人士 和妻子亚妻子 原本在老家连仓固着平淡的幸福生活 但有一天亚妻子却摔了一跤而导致灵魂出窍 让妖怪肾虚而入夺去了身体 而自己值得与世长辞 一色正和听说了这个消息 实在感到不甘心 于是决定勇敢搭上开往黄泉的列车江之殿 是要将妻子平平安安的带回人间 而在这趟跨越生死阴阳的奇妙旅途中 一色正和也见证并亲身经历了不少或温情动人 或有些感伤的奇闻意识 在电影中 安腾英饰演的死神这个角色也颇为惊艳 此前对于他最深刻的印象 是在电影《小偷家族》中的精彩表现 这一次的演绎同样打破了人们以往 对于死神恐怖冷酷的刻板印象 塑造出了一个永远也猜不透在想些什么 但却很有礼貌 又令人感到温暖的死神 尤其是摘下面具的那一刻 实在够惊艳 不禁感叹 想不到妖怪 死神也可以如此温情 尽管是日本电影 连参悟语却很容易让人联想 到去年红级一时的《寻梦环游记》 因为二者都以一种将死亡浪漫化的方式 以情动人 并进一步引发观众对于生命 死亡的思考 《寻梦环游记》最打动人的点在于记得 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记得 那么曾经离去的人 其实就不会真正消失 而是用一种不打扰的方式 安静的守护在亲人身边 如果用两个字概括连仓过语的触动人心之处 那么应当是寻找 一色正合对于妻子呀 妻子义无反顾 绝不放弃的执着追寻 其实正是表达爱情的最深情方式 不论和过去还是未来相比 都没有当下这样深深爱着你 无论你身在何方 都一定会将你找出来 就算你从命运那里淘汰 也没有办法从我这里淘汰 现实中的生死窃阔 或许就是如此 除了跨越生死的主线剧情 连参雾语中的几处直线 也猝不及房地戳中了泪点 比如因病离世的本田 因决定成为青蛙男妖怪 守护自己的妻虑 但在看到妻子重获真爱后 却决定放手 用自己的估计换取妻子一生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